各位观众 各位父法信徒 各位佛光人 大家吉祥 今天是佛光山华宝堂 六祖谈经第七次的上课 我们今天要讲的部分 是前面第六忏悔品 还没有讲完的部分 还有包括今天 我们要进入第七机缘品的内容 首先要让大家再回复到 上一次我们在讲忏悔品的一个印象 大家还记得吗 上次我们在讲忏悔品的时候 特别有提到 六祖谈经道的第六忏悔品 是必须要从认识自己的自信开始 所以上次的题目叫做 自信高级的修持法门 也就是已经了解什么是自信了 然后能够从自信里面 开始去认识 以这个已经认识的自信做基础 然后慢慢地进入的 忏悔品里面的自信高级法门的修行 还有上次在要结束之前 特别有提到星云大师的两本书 这两本书第一本就是 人间佛教佛陀本怀 第二本就是 我不是假搞的和尚 在这两本书里面 都分别有列出 我们大师所谓的 我对人间佛教的体认 那这个我对人间佛教的体认 就是不了解人间佛教的人 对人间佛教会有一些疑欲 就是他会有怀疑 那有一些议论的部分 那我们大师有20条 对别人的8条的疑议 疑问跟怀疑 能够做出回应 那我今天在我们第七室上课的时候 在一开头 特别针对这个部分 我来做一个整理 好 我把它整理出来 就是如果我们大师回答的 这个20条里面 最主要他要告诉我们 人家对人间佛教 认为人间佛教 好像只是一个做人的道理而已 它没有所谓的神圣性 那我把里面的要义的内容 给他做一个整理 那整理出来主要讲的就是 人间佛教它是有真理的 它也有信仰 还有所谓的人间佛教的世界 还有人间佛教有没有神圣性呢 人间佛教也有神圣性 如果能够认识本来面目的 就是人间佛教的神圣性 所以我把它整理出来的内容 就很能够直接的回答 大家对人间佛教的意义 比如说什么是人间佛教的真理跟信仰呢 那如果按照我们师父 他的20条的回应里面 他是这么提到的 他说佛陀证悟的缘起中道 就是人间佛教的真理 那我们把缘起中道的这样子的真理 传承下来 这就是人间佛教的信仰 所以人间佛教有没有真理 有 佛陀证悟的缘起中道 就是人间佛教的真理 人间佛教的信仰是什么 就是我心中认同佛陀证悟的缘起中道的真理 这个就是我们把它传承下来 就是人间佛教的信仰 什么是缘起中道呢 我们各位观众 如果你看了前面的录影的内容 还记得不二门前的游客吗 什么叫做不二 如果我们从缘起的角度知道 原来这个天 如果由于是因缘所生法 所以由于是因缘所生法 缘起的意思的现象 没有于也是因缘所生法 缘起的意思的现象 不住在任何由于或是没有于的意思的现象 能够懂得从意思的现象 知道它是缘起的是空性的 从现象当中能够跳脱出来 不住在一时有于 也不住在一时没有于 而是懂得能够回到无所住的本心 这个就是不二法门 不二法门的道理就是什么 知道不管是世间的所谓的有二的世界 因为世间我们一般对这个世间 就是站在二元对立的角度来看 有于是一时的现象 但是我们总是认为那个有就是 住在那个有的现象当中 不懂得缘起中道的道理 就很容易住在有于或是没有于 比如说玻璃心经也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 玻璃心经里面有一段话叫做 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增不减 也就是世间所有的现象 都是因缘条件组合的一时的现象 都是缘起的 但是在缘起因缘条件组合的过程当中 它往往就是只有呈现出来是一时的现象 比如说生是一时的现象 相对于生灭是另外一个一时的现象 所以玻璃心经说 这样子的现象是诸法空向 这个世间的实相就是空向 所谓的空向就是 世间一切都只是刹那因缘条件组合 当下刹那的一个前景 这个前景会随着无常 什么叫做无常呢 任何事物的组合 有前景也有背景 背景就是因缘条件组合的现象 当下的那个时间空间 只不过是因缘所生法 因缘所生法发生完过去 就是短暂变异 而且是不可停留的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意为是假明 意是中道义 譬如说我们讲有语没有语 有无这个是假明 了解它是假明 了解它是一时的现象 所谓的有跟无 都是因缘条件组合的一时的现象 发生完马上就过去了 所以这个现象事实上是空向 就是一切法皆空 我们有这个认识 就是有这个缘起性空的认识 知道波蕊的道理 什么是波蕊 这是正见缘起 雅物诸法空性的这样的认识 这种空性的智慧 就是波蕊空性的智慧 有这个智慧 我们就能够回到无所住的本心 就不会住在任何的两边 就知道说有语是一时的现象 没有语也是一时的现象 知道一切是缘起性空的 有这种正见缘起 了物诸法空性的智慧 就不会住在世间任何的一时的现象当中 比如说有语是一时的现象 没有语是一时的现象 生是一时的现象 面是一时的现象 够 敬 真 简 看起来好像是世间的现象 但都只是一时的现象 了解它是一时的现象 而且这个现象 不可能永远固定不变的 这个叫做诸法空相 万法因缘生 万法因缘明 缘生无事性 法法必经空 是的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亦为是假明 亦是中道义 这些生灭 够尽 真 简 有无 这个是假明 那个假明只是告诉我们 为了要描述那种现象 但是我心里面这个玻璃智慧 有空性智慧的认识 知道它只是现象而已 但是能够认识现象的智慧 是我背后的那个 知道是缘起信空的道理 它不住在任何的一边 所以它是中道的 所以如果能够回得来 就是不恶法门 回得来就是回到无所住的本心 懂得回得来就是知道 缘起中道的道理 就不会被这个现象所迷惑 知道万法因缘生 万法因缘灭 缘生无事性 法法必经空 原来事情发生完就过去了 所以我可以不为所动 我就可以不住在 生灭够尽 真 简 的任何一个现象当中 而且不但不会住在现象当中 还能够懂得回到无所住的本心 这个就是不恶法门 这个是认识佛陀证悟的缘起中道 这个就是知道世间的实相是一切法皆空 世间的实相就是空相 世间的实相发生往当下就是过去的 这叫做无常 无常的意思就是一切都是短暂的 发生完的过去马上就过去的 所以就是变异的 发生完过去以后就不会再回来的 就是不可停留的 这个就是了解一切都是原体信空的 知道一切都是无常的 知道一切都是因缘条件组合的意识的现象 组合完它马上就过去了 然后呢 懂了这个道理之后呢 就不会认为那个现象就是永远固逆不变了 世间的一切都是如此的 包括我 你 所以金刚经说 若菩萨有我像能像众生像受者像极灰菩萨 他就没有菩萨菩萨的认识 他就不懂得所谓的缘起忠道 他就很容易像世间众生一样 以为世间的有是永远存在的 但是佛陀告诉我们缘起忠道的道理 这个世间有的所有的存在都只是一时的 都是短暂并异都是不可停留的 他的实相就是所谓的空相 这个就是我们的佛陀告诉我们缘起忠道 这个世间的一切法皆空 这个是这个世间的实相 这个世间的实相就是空相 空相就是说永远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的存在 包括每一个人的我 认为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你 事实上这是不符合佛教的真理的 懂得这个那你 知道缘起信空 有这样的空性的智慧 就叫做菩萨智慧 了解这样子缘起菩萨的智慧 就是能够理解佛陀正风的缘起忠道的道理 能够知道这个世间的真理 一切法皆空 世间的真理我们看到都是短暂的存在的 有这样的认识 这就是了解缘起忠道 了解佛陀正物的诸法实相是空相的道理 就是人间佛教的真理 所以世间的一切万物都是短暂停留 短暂的存在 包括我们也是如此 所以主要的无我 就是知道原来是一切法皆空的 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我的存在 所以无我指的是了解一切法皆空的这样的认识 了解这个世间的实相是空相的 有这种认识 就是佛陀正物的缘起忠道 我们在这样子的缘起忠道 在这个真理的下面 然后来实行人间佛教的理念 把它传承下来 那这样子的一个人间佛教的理念 就是人间佛教的信仰 因为可以这样子认识 因为懂得从现象当中抽取出来 因为常常能够回到无所住的本心 我们就有机会怎么样呢 我们就有机会觉悟到我们的自性的存在 我们就有机会能够得到佛法 波瑞空性的智慧 所以人间佛教的真理就是 佛陀正物的缘起忠道 我们把它传承下来 然后按照这样的道理 在这个世间去弘扬人间佛教 这个就是人间佛教的信仰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接下来六祖谈经里面 讲的都是属于这个部分 因为到了第六忏悔品 尤其是我们后面的部分 后面的部分是我们星云大师 在六祖谈经讲话里面 它特别要让大家明白 这个所谓的自性的道理 觉悟自性之后 自性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再对这个部分做一个解释 做一个认识 然后再进入到我们后面 这个参为品后面问题解答的部分 我们可能就有认识了 好 那接下来 如果我们了解了 这个佛陀正物的缘起忠道 就是人间佛教的真理 传承下来之后 按照这样的真理 去做人间佛教的信仰 那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呢 我们就能够慢慢的认识 人间佛教的神圣性 如果按照我们师父 他的回应 他在我对人间佛教的体认上面 所说的道理 里面下面就有讲 他说什么是人间佛教的神圣性呢 如果我们悟到 悟到就是我发现我有个自性的存在 这个悟到就是我有玻璃智慧 能够让我的心回得来 我不是从第一集开始就讲吗 要常常问自己的心还在吗 当你问自己的心还在吗 还在在哪里 在这里 我本来是住在一时有余 本来是住在一时没有余 我本来认为这个事先是真的 那我有的时候就很高兴 当我没有的时候我又很烦恼 但是如果我了解的这个佛陀 告诉我们缘起忠道的真理的话 我就知道那个有只是一时的有 我就不会像梁武帝一样 认为就是说我不是见世共生无处 我就很有功德 我认为这个只是因缘所生法 这个只是暂时存在了一时的现象 我里面就不会住在一时的有 就不会跟着他生生命命 够够尽兴 真真简简 我就能够让我的心 不住在一时的有 或是不住在一时的无 而能够常常回到我内在 那个无所住的本心 我能够回到他 内在那个无所住的本心 就能够觉悟到我里面有个自性的存在 所以所谓的悟到就是 我能够回得来 能够从一时的现象当中回得来 知道一切法皆空 回来之后呢 回到里面一个无所住的本心 那个无所住的本心就是自性的存在 那个自性的存在 要透过自自本心 见自本性 要透过明佛性慢慢的一步一步去了解 所以整个六组禅经 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见性 三个字叫做明佛性 四个字叫做明心献性 八个字叫做自自本心 见自本性 所以事实上人间佛教的真理 人间佛教的神圣性 所谓的悟到 所谓的认识本来面目 所谓的觉悟自性 事实上跟六组禅经要告诉我们 要找到我们本来面目 事实上是同样一件事 所以我们只要了解 星云大师的六组禅经讲话 对他的内容能够深入的去研究 透色的理解 我们自然能够掌握到 人间佛教的神圣性 也就是悟到 也就是认识本来面目 好 所以我们来看 他的悟到之后 也就是觉悟我们自性的存在以后 一切都能够明白 悟到之后 就是认识本来面目 这个本来面目就是 我们自我的真如佛性的存在 如果你能够觉悟自性 能够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 能够找到自我的真如佛性 那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就是人间佛教的神圣性 所以外面的人对人间佛教 不认识不了解 有产生疑惑的人 那我们必须要告诉他 人间佛教有神圣性的 人间佛教的神圣性 就是悟到 就是觉悟我们自性的存在 就是能够认识我们内在 有个自我的真如佛性 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 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六祖谈心讲话 透过六祖的心理法门 能够往内 反本还原 找到我们的本来面目 识至本心 见至本性 就是认识本来面目 我们里面有一个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 佛性的存在 就是自我真如的存在 如果能够找到它 那就是人间佛教的神圣性 好 它下面这么讲 如果能够证悟剥离缘起 就是缘起中道 有这样子剥离空性的智慧 能够证悟剥离缘起 就会了解过去 我们讲成佛要三大阿僧集结 有东方要师佛的世界 有西方我们未来要去的 几个世界等等 这些都只是方便说法 如果我能够知道 净土即此方 此方即净土 是的 我如果能够让自信来行善 那当下就不亦西方了 这跟《维摩节经》所讲的 心境及佛土性的道理是一样 了解这样的道理 那我的世界 我的自由解脱 都可以解决了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找到我的真如佛性 我就不会住在 世间的意识现象当中 那当下心境及佛土性 当下就是自信弥陀 为心净土了 所以我的世界 我的自由解脱这个问题 通通都可以得到解决 而且因为我们心中有 东方的要师佛 有西方的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这个除了我们自立之外 还有要师佛阿弥陀佛的 外在的佛力可以加持 所以我们这些要解脱的问题 要去哪一个世界的问题 一切都可以自我解决 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 我只要当下心境就是佛土性了 所以我们佛光山 佛光会每次在开会的时候 都要念佛光会员信条 这佛光会员信条 如果从下往上数 一共有三条 第一条就是 我们具有正知圣见 要开发自我剥裂本性 还有我们献正法喜安乐 永断烦恼远离无名 我们发愿普度众生 人间净土活国现前 为什么 因为我能够证悟剥裂原始 我能够了解佛陀的原始 中道的道理 我能够觉悟自信 我能够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 我能够回到自我的真如佛性 所以我内心的烦恼 自然能够得到解脱 可以得到自由 而且还能够得到外力的加持 而且能够了解 原来人间佛教的神圣性 都不离开我觉悟自信以后 都是不离开我的本来面目 我只要能够回到真如佛性 我就不会被世间的 深深灭灭 够够静静 真真节俭的世间的一切的烦恼 束缚住 已经超乎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内容 跟我们师父所说的 人间佛教的真理信仰 还有人间佛教的神圣性 跟我们六祖谈情讲话 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两个互相的串联 互相的沟通 然后我们就能够彻底的理解 这个人间佛教的真理也好 信仰也好 它的神圣性也好 或是它的世界也好 好 下面最后我们要谈到的就是 我们不是要讲说 我们怎么样解脱六道轮回 生命在轮回里面 如果我找到觉悟自信 认识我的本来面目 找到我的自我真如佛性 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我们的生命在轮回里面 就得到解脱了 那也没有所谓的解脱的问题 不是我们要现正法喜安乐吗 永断烦恼远离无名吗 只要我们能够开发自我 不仁本性 就能够现正法喜安乐 永断烦恼远离无名 所以如果我们找到觉悟自信之后 能够认识本来面目之后 那就没有所谓的轮回的问题了 下面他有一段说 他就勉强的说 什么是人间佛教的世界呢 勉强的说可以用 置不住生死 背不住面盘来表示 这就是人间佛教的世界 比如说我们师父 或是我们佛光山的人间佛教 是具有玻璃智慧的 有玻璃智慧的时候 就不会住在世间的生死诸相当中 这个世间的五欲六成 我们如果认为它是真的 认为它是有的 我们就会跟它生生灭灭 够够兢兢兢兢兢 如果我们有玻璃智慧 能够正悟玻璃智慧 了起缘起信空的道理 有这样的智慧 就不会住在现象当中 世间的生死的现象当中 这样就叫做制不住生死 有玻璃智慧 就不会住在世间的生死诸相当中 但是你也不能够因为说 我已经不受这个世间的 繁繁恼恼的事情所影响 已经不会产生执着了 我就只停留在自己的 涅槃极性的境界就可以了 我们还是要发菩提心 要能够自觉又能够觉它 又能够自度又能够度它 能够自化又能够化它 所以我们还要必须 在发菩提心 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让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这样的利益 得到佛法的道理 所以要有大悲心 有大悲心才不会只停留在自己的 即兴涅槃的自己个人羞耻的世界 羞耻的境界当中 所以就叫做制不住生死 有玻璃智慧 就不会被世间的生死诸相 所执着所缠绕 然后要有大悲心利益众生 希望众生也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 所谓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 这个是必须要有菩提心 发菩提心要有大悲心 要来行菩萨道 来弘扬人间佛教利益借众生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样呢 这个就是制不住生死 卑不住涅槃 可以说就是人间佛教的世界 好 所以我们在第七集的一开始 让大家透过我刚刚这样的说明 就能够认识到人间佛教的真理信仰 还有什么是人间佛教的世界 也能够了解到 如果我们能够觉悟自信的存在 能够认识本来面目 事实上就是回答人家 人间佛教它有神圣性吗 有 如果你觉悟自信 能够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 找到自我的真如佛性 那就是人间佛教的神圣性了 好 所以我们一开头 利用一点时间来做这样的说明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到上一集 有关于六祖谈经的忏悔品 还没有讲完的部分 好 接下来我们就到了忏悔品第十 什么叫做无相忏悔 事实上六祖谈经的忏悔品 这个无相忏悔 它是一个比较究竟的究竟法 什么叫做无相忏悔呢 能够观照十相无相 十相还记得吗 至尊脸花 加色而微笑 说我有正法眼障 灭盘妙心 十相无相 教外别传不利文字 故与大家色尊者 它里面有提到十相无相 什么是十相 如果从佛陀证悟的真理来看的话 这个世间的十相是空相 一切发生完就过去了 看起来好像有 晚然有 但是马上就过去了 又没有了 叫做必进空 这个世间的十相是空相的 什么叫做无相 我们自己看不到吗 请问各位 你自己的涅槃妙心 你自己的自性 你可以看得到吗 看不到 只能自己去悟 去感觉它 去悟出它的存在 叫做觉悟 所以我们叫做无相忏悔 就是能够观照到 原来这个世间的十相是空相的 然后呢 如果找到我们的自性本心 那是无相的 我们自己看不到 所以是空相 是无相我们虽然自己看不到 但是我们可以 透过觉悟来找到它 好 因为世间一切都是发生完 马上就过去了 叫做空相 十相就是空相 觉悟 既然世间的一切法皆空 那罪性也是本空 所以观照十相无相这样的道理 一切都是空相 一切都是无相的 发生完就马上过去 是短暂变异不可停留的 那如果知道这样的道理 世间一切法都是短暂 都是马上过去的 既然一切都是如实 当然我们的罪性也是如此 透过这样的道理 同理就可以推 原来我们的罪性也是一样 发生完马上就过去了 就能够觉悟到罪性捧空 了解这个道理的忏悔法门 就称为无声门忏悔 这就是无相忏悔 那我们大致又提到一个道理 就是佛教的万千法门 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法门 都必须要以清净无垢的心田去纳受 因此忏悔是必要的修行 这个忏悔如果说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叫做事项上的忏悔 就是你要有身口意的行为来做 就是借着礼拜 赞叹 诵经 布施 行善等行为来行忏悔 这个是属于事项上 实际身心身口意的做忏悔 那这样事项上的忏悔呢 只要有一分的忏悔 就能够减一分的罪业 这是事项上的 另外就是我们了解这样的道理 就是无声门 了解罪性捧空的忏悔法 这是从理上 就是从道理上来了解 这叫做理性上的忏悔 理性上的忏悔是什么样呢 观实相之理 实相就是空相 原来如果一切法皆空 罪性也是空的 观实相之理 来达到灭罪的忏悔 也就是以我们的玻璃智慧 从真如体上 观照罪业的自信 本来空极 一切法皆空 当然罪性也是空 最有名的两个机遇就是这样子 所谓的罪业本空由心照 心若亡时日罪亦灭 心王罪灭两聚空 事者名为真忏悔 好 那罪业是由忘心所造 只要忘心不起 当下就没有罪业可原 所以在我们佛光山的万寿园 有一个对点是这么简单 因为万寿园就是 要安葬我们的亲人家属 他就这么讲 他说永念亲恩 今日有缘今日度 本无地狱 此心能造此心消 就是我们的罪业是由心造的 但是我们的罪业也可以由心 知道一切法皆空 所以这个罪业也是空的 就能够知道这样的是由心造 也能够知道这个一切法皆空 这个罪业也是忘心所造 只要忘心不起当下就没有罪业可原 为什么呢 因为罪业是由我们的忘心所造 既然是由忘心所造 只要忘心能够洗下来 则罪业就好像霜露一样 日照即散 就好像千年暗事一灯即明 那这种观照实相 无相 觉悟罪性本空的忏悔法门 就称为无声门忏悔 也就是忏悔品所称的无相忏悔 好 第十一个部分 怎么样叫做自信制度 到了后面这里都是我们 英文大师在六组谈情讲话里面的问题解答 那什么叫做自信制度呢 能够觉悟自己的自信 你看这个很重要 觉悟自信是非常重要的 能够觉悟自信才能够制度 这个才是旧姓之道 是的 你要能够自度 你要能够觉悟自己自信的存在 这样才是能够旧姓解决之道 如果 那什么叫做觉悟呢 我的心还在吗 还在回来呢 还在回来在哪里 在这里 我能够清楚地明白还在这里 那这个叫做 当下就明白 顿 悟就是有悟到自己的自信的存在 这是觉悟自信的存在 所以顿悟就是不必想 不必分别 懂就懂 悟就悟 什么叫老实修行 知道就是知道 不知道说不知道 就是老实修行 好 那里面就提到一个 香炎自嫌禅师的 一个这样的一段公案 香炎自嫌禅师 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禅师 在龟山禅师树参学 有一天 龟山禅师就问香炎禅师 他说你 未出娘胎前 什么是你的本分事 就是父母未生以前 哪一个是你的本来面目呢 这个自嫌禅师 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法师 结果他的师父龟山这样一问 茫然不知应对 但是沉思了一会儿 他才说 那请禅师替我解说 结果龟山禅师说 我说那是我的见解 对你有什么益处呢 自嫌禅师回到僧堂以后 就开始把他所读过的 所有的语录经卷都搬出来 左翻右翻 结果竟然没有一句 合乎应对的话 当下他就叹息 原来用说的不能够吃得饱 说食不能当饱 画饼其隔冲击 因此就把所有的典籍 复制一句 然后发誓说 这辈子不研究医学了 从今以后 好好地做一个周泛生 免得浪费心神 所以香园禅师 于是 持别归山禅师 到南洋惠中国师 其日曾经住过一个地方 自己建筑来潜修 有一天他在除草的时候 就拿起一块瓦笠 就是无意中往后一抛 结果抛死瓦笠的时候 刚好击中竹子 击中竹子发生了一个清脆的声音 扣一声 这个扣一声 让他因而豁然大悟 所以他就说了一首巨语 这个巨语是非常有名的 他说 我们的自信本心是处处无中心的 但是只要忽然间因缘巧合 鸡言一道 扣一声 就有身色外微移出现 你能听到扣 能够感觉到你能够悟了 从感觉到觉悟 那是应该要经过一个 很漫长的静心与思维的过程 诸方达道者 弦言上上击 虽然是处处无中心 但是只要因缘巧合 扣一声 有声有色 他的微移就显露出来了 这个微移就是我们的 觉悟到自己自信的存在 这个内在的 我们的真如佛性的存在 好 他自己说已经悟了 可是龟山禅师 特别找人传话跟他讲 他说光从字面上去知节 是不算的 那你如何从新地法门 体悟自信 请道一句 所以之前禅师说 过去穷 我还有利锥之地 现在穷 连利锥之地都没有了 这个句话都得到 龟山禅师的认可 是的 以前还有一个什么东西禅师 现在连这个东西都没有了 随时都可以离体外外 既能够用又能够收 任运消养 体用自如 所以我们来看 禅是一个机缘 是要累积多少年的修行 到了那么一刻 众缘具备了以后才能够开悟 所以所谓的见性成佛 这是每一个人的自家事 靠别人帮忙是不可能得到的 我有自己负责 自我努力才是最好的保证 所以禅宗的师徒教学是不说破的 我也曾经问大师说 请问师父要怎么解脱 我们师父还是把问题丢回来给我 他说为什么要问解脱 谁绑住了你 像这样子适当的给我们的点拨 就是把问题丢给你 我要进肠房禅修的时候 说我要直管打坐 师父说很好 他把我找来 他就告诉我 他说禅有两种 除了这个直管打坐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叫做千变万化的禅 我心里一想不对啊 我现在去直管打坐一年 结果我的师父告诉我还有另外一种禅 叫做千变万化的禅 那这个千变万化的禅是什么呢 这个千变万化的禅 我从2002年这样子慢慢追追了18年 这个变得出我的公案了 我要去了解 除了直管打坐 还有另外一种叫做千变万化 我们师父在这个时候讲 就是告诉我 他要我学的是那种千变万化的禅 那这个是什么样呢 这个千变万化的禅 是你要自己往内心去找的 解脱也是只能自己往内心去找的 所以我们师父是怎么样 他不会告诉我答案 他不会告诉我什么事 他只会告诉我什么不是 就不会要我 就继续在直管打坐一直在禅修的 这个绝授上 就是一直住在这个黑哭哭的洞里面 是的 他要我不能够只有在一个静态的 他能够跳脱出来 那这个都是要往自己往内心去找的 所以心外求法了不可得 本性风光人人本具 反求内心 自能当下正德 什么是千变万化的禅 就是能外也能够里面 是的 能够见山是山 又能够见山不是山 最后能够见山又是山 是的 随时要能够内就能够内 能够外就能够外 好 第十二个部分什么叫做无相山皈依 那我们这边大师所说的皈依 他说皈依不是吃素 我们如果去参加皈依点你 我们大师就特别这样子让你明白 皈依不是吃素 也不只是受戒 当然更不是出家 皈依不是拜神 或者是拜师父 那什么是皈依呢 皈依是确立信仰的表示 信仰佛教就必须要皈依 皈依三宝才是正性的佛教徒 所以有人说 那我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佛教徒呢 你皈依三宝才叫佛教徒 没有皈依三宝 去庙里面拿香拜拜 那个只是旁听生而已 为什么你没有注册 那皈依三宝你才是真正的佛弟子 所以禅宗讲 不做佛求 不做法求 不做生求 就是怕我们心外求法 不能直下存在 觉悟自信是能够往外求吗 你能够跟佛像求吗 跟师父求吗 不行啊 是啊 为什么没办法解脱 自己绑住自己啊 什么东西绑住你 你要往里面去找啊 往里面去找 能够觉悟到自信的存在 这样子才叫直下存在 所以真正的皈依是要 皈依自信三宝 自一子 法一子 莫一一子 就是佛陀入灭的时候 跟他的弟子们讲 我离开了以后呢 你们就两个东西可以依靠而已 第一个 自一子 只能依靠自己 第二个就是依靠 我跟你们所说的法 除了我的法跟你自己以外的 其他都不可以依靠 这是佛陀入灭之后所说的 自一子 法一子 莫一一子 所谓的自信三规 就是不可说 有说即非 说是一物即不重 何谓主思西来意 若有意 即自救不了 若有意若有说 都是脑袋里面的 你的自信在哪里 自信在这里 不是往这里找 是往这里找 这里是指着天上月亮的手指头 你在手指头里面 绝对找不到月亮 是的 你如果在脑袋里面去想 那就离开你的心了 所以你的自信在哪里 在这里 所以归自信三保 就是归自己了不可得的 一个无对待 无实相 实相 实相就是空相 无相自己看不到的自信三保 你看不到在哪里 在这里 你可以感觉它的存在 当你感觉它的存在 能够肯定它的存在 这是觉悟自信 所以无相三保 要归自己的自信三保 这个才叫做无相三归因 好 法身 报身 硬化身 叫做自信三保 每一个人的自信里 都具足有三保的功德 比如说 我们自信的法身就是佛保 我们自信的真理 了解这样的道理 了解忠道源起的道理 了解波瑞空性的道理 能够正见源起了悟诸法空性 知道这个世间的真理 一切相都是空相 一切法皆空 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存在 了解这样的佛法的道理 这样的真理 这个中理就是空相 一切法皆空的道理 这就是法宝了 为什么 了解这个道理 就可以帮助我们 不注射身心 不注身相未处法身心 能够从有念有助有相 回到无念无助无相 能够不住在任何一时有余 或是没有余的现象 能够常常回到我们内在的 无所助的本心 所以这个佛法的道理 这个法宝是非常的重要的 好 我们自信的亲戚就是我们身保 回来之后能够无念无助无相 回来之后能够回到我们 亲近的自信心 那这样不是一个身保吗 归一三保能够让我们认识自信 开发内心的保障 佛法身当下即是 有时候我们为了要发掘 自己的自信三保 就不得不在形象上 有个所谓要归一常住三保 住食三保 寺庙里面的佛像 我们有时候进了那庙里面 看到大雄宝殿的佛像 要礼佛三拜不是吗 是的 这是形象上的 但除了这个形象上 因为我们还没有跟诸佛菩萨一样 跟他的法界一同 所以我们还有很多障碍在我们面前 很多内心的杂念妄想 乌云交错 把我们盖住 所以我们要常常去礼佛 要懂得慈悲喜舍 要跟诸佛菩萨的法界相应 所以拜佛看起来是人在拜佛 那这是心中的自信佛 拜外面的诸佛菩萨 慈悲喜舍的三保的法身佛 所以道理是这样子的 虽然有个外在的形象上 要去礼佛拜佛 但是不要忘记了 最终最重要的 还是要归于自己的自信三保 这个才叫做无相三归一 第四三个部分 什么是我们的自信呢 所谓的一起三生呢 第一个叫做法身 人人都有真如自信 那就是我们的法身 我们的本体 一切有违法都是虚妄 为什么是一切有违法都是虚妄呢 因为世间的事情 沉住外空 外在的事项上 南朝484 是多少楼台园影中 世间的无常 一个无常 一个地震 一场战争 一场灾难 一切就是化为无有了 所以看得到的都是有违法 世间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看起来是婉然有 但是随着因缘条件 无常如果到来的话 这是必见空的 所以世间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一切有违法都是虚妄的 但是在虚妄的假象身体里面 却有一个真正的无畏真人 这个无畏真人是 灵济一旋禅师 灵济一路里面告诉我们 有一个真正的无畏真人 那个无畏真人就是我们的法身 我们的真无 我们的本性 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 这个叫做法身 第二个报身 报身是由修行的功德所积聚的 由修行的智慧所增长的 修行有的大智慧 大福德 大因缘 大功德 就能够圆满报身 所以这个过程是什么 去一分无名 正一分法身 去一分无名正一分法身 你个人由于内在的 这个智慧福德 因缘慢慢的具足了 那你的外向上总统的 呈现出来的圆满报身 就慢慢的成长出来了 常常利益众生常常去做好事 你的外向上也会跟着改变 这个叫做圆满的报身 报身的意义叫什么呢 叫做自受用身 他受用身 譬如佛陀修行成道 他的庄严法相 慈悲威仪 能够令众生生起恭敬心 这个就是给你的受用 你的受用就是他能够受用 别人能够因为这个法相 能够产生恭敬心 所以变得是 你的受用也是他人的受用 那譬如说 学者讲学 当他讲的时候 你受用他也受用 因为这个教学相长 慈善人士 自喜受用 因为他能够布施 能够利益众生 所以别人能够受用 但是他也能够受用 那这就是报身 第三个叫做应身 应身又叫做应化身 就是为了度众 随缘随机应化 应以何身得度者 极限何身而为说法 就像观音菩萨三十二应化身 所以应身 就是应诵生的机缘 随缘所现 随缘所变 应以何身得度者 极限何身而为说法 成佛 就是要证悟到自己 有一个灯如自信 有一个永远没有生死 没有生灭 永远常在的法身 里面有三种光 所以三种光就是 你内心够清净吗 有清净法身吗 有万报身吗 有千百亿法身吗 他说如果我们的心上 能有一念清净光 这就是你的物理的法身佛 能有一念的无分别光 你如果有分别就是 有念有度有相 你能够无念为中 无相为体 无助为本 回到后面那个 无念无助无相的 就是那个无分别光 就当下心的作用 就你的自信 性在作用 能够有一念的无分别光 就是你物理的报身佛 能够有一念的无差别光 就是你物理的应身佛 所以你只要有清净光 无分别光 有无差别光 虽然是一念 但是一念你当下 能够掌握到它了 前念不起后念不灭 不失善不失恶 那个当下那个清净的心体 这个就是你的法身 报身硬化身 佛 不是要等死了以后 才能够成佛 也不是要把五蕴的色身毁了以后 才有另外一个真身 在我们这个色身 地水佛风四大 所谓的五蕴就是色受想行事 这个四大地水佛风五蕴 色受想行事五蕴的甲和的身相 这是这个色身上 你可以体会到无相无为 体会到自己的真如自信 还记得那个陆恒大夫吗 而养在瓶子里面 那个瓶子事实上是我们的色身 那我们的真如自信 它也是可以慢慢透过同佛法的领悟了解 慢慢我们可以往内慢慢去体会 体会 体会到我们的自信的存在 它可以透过我们自己来体会 那个无相无为 体会在我们自己的真如自信 如果你体会到它 那就是我们已经证悟了法身 报身 硬化身 三身一体的佛陀了 所以这个心佛众身三无差别 佛陀在菩提树下悟到了说 大地众身皆有如来智慧折相 使应妄想执着不能显调 所以是心佛众身三无差别的 好 我们所讲的无人自信 一体三身 你不要从身面上看 不要从相上去看 要从无形 无柱 无相 无德的上面来认识 回得来 你里面的那个自信 你自己看不到它 它是无相的 但是它是实相的 它是无形 无柱 无相 无德的 但是你知道它的存在 从这个上面来认识 只要你自己能够无分别 佛的平等法性 真如法体 自然就会显现了 不是你一念无分别光 一念清静光吗 就回到你心的作用了 回到你自信 性在作用了 好 我们自己无心 我们自己的平等法身 自然也会现前了 好 第十四个 那讲如何以自信归依自信 我们都有心吧 但是你有自信吗 你能够从自信去了解 去觉悟到自信的存在吗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 这个问题我们大师是这么回答的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真心 但是这颗真心长久被无名覆盖 被前面的乌云盖住了 无法显现作用 所以六祖大师说 自信归自信 就是要我们肯定自己 开发自己的真心本性 所谓真心本性 这个性按照我们师父的说法 它是一种能 我们自己的本性里面也有取之不尽 用之不绝的能力 就是我们的佛性 有道的人性能很好 我们师父常这样讲 我们早期跟着师父到处在开道场的时候 跟在师父旁边 就觉得师父真的是千变万化的禅 他就像发动机一样 太厉害了 那我们就像五族的灯泡 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 而且大部分都不亮的 就跟师父比 我们发现 这个心的力量 这个能是在差太多的 他说有道的人性能怎么好呢 能早能晚 能饱能饿 能忙能闲 能有能无 能进能退 能大能想 是万能的 只要我们把自己的本性觉悟出来 我们也是无所不能 那怎么样开发自信本性呢 就是要参禅悟道 禅就是我们的心 道是什么呢 悟道就是觉悟我们自信的存到 觉悟道我们有个自信觉的道体的存在 这叫做悟道 参禅就是要参到我们的真心本性 参禅悟道的主要功能 就是把自信当中 许多不善不敬 不能的心去处 所以我们大师告诉我们要行善好 随时要身做好事 口说好话 心存好心 这个是要帮我们建立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如果你能够行时善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这是身 然后呢 不恶语 不两口 不其语 不忘言 不其语 这个就是四个 就是口业 然后心里面能够不贪 不撑 不吃 就是把许多 不善 不敬 不能的心去处 这样就能够帮我们建立一个很好的 法身会命的基础 所以行时善业 这是很重要的 行善好 就是开始在行时善业了 行时善业的过程当中 就是把许多不善不敬不能的心去处 把我们一般 因为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就会产生人我的对待 产生高下的分别 那别人比我们厉害 我们就基督 是的 把嫉妒心 强求心 狂妄心 熄灭 如果我们比别人厉害 就轻视别人 把轻视别人的心 供高我慢的心 邪知邪现的心 降伏了 能够在分别上 知道一切法皆空 不分别就不执着了 不执着不分别 还要让我们心能够回得来 是的 所以这些种种的嫉妒 轻视 供高我慢 这个是让我们自信的烦恼 无名 我们把它去除了之后呢 细明的玻璃之光自然就像朗朗晴空自然显现 那时候的真心本性 就能够发挥工人 就能够自立地他自度度人 所以自信里的灵明绝照就是佛宝 自信里的极常远近就是法宝 自信里的荣庙合常就是身宝 所以世间上什么最有价值 什么最高 什么最大 就是我们的自信 我们的自信大如虚空 所谓的心包太虚 量舟杀戒 在自信上人人都是平等的 我们的法身自信 是无色无味 无形无相 无男无女 无生无灭 无老无死 无内无外 自信 是绝身佛之假明 超一切之最大 没有什么假思舍的 因人所生法 我说极世空 意为是假明 意是中道义 如果了解这个寄予的道理 就是那些名字 所谓的生灭老死男女 这个都是什么 这个都是假思舍的名字 是的 我们要超越这些假明 超越所谓的人 我的对待 包括上下 完胜 这个都是因人所生法 都是一时的现象 虽然它有要完成的过程 但是我们不可以 住在这个假明上 不会因为 有所述而形成对待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有超越一些的自信 包括这些假明 一些对待 都要超越 所以我们要归于自己的真心本性 那么如何归于自信呢 从具体的日常生活 取居之间去用心 就可以体悟我们的真心佛性了 所以有人问禅师 什么是真心佛性呢 禅师就回答 吃饭的时候吃饭 睡觉的时候睡觉 定时休息 定时饮食 这个信徒一听这么简单 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所谓的菩提心好发 恒常心难持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 能够远离贪嗔 那不就是最高的生活艺术吗 如果你有时候看到不好吃的 勉强把它吃了 吃完以后 不要再住在那个不好吃的感觉上 就让你的心回来了 要远离它 好了 不好了 就游风采蜜 但取极味不损色香 这就是过糖 以独处之心来待客 以待客之心来独处 平等心 平凡心 这不是很大的享受吗 这是我们大师的境界 我们大师的境界 我们把它揭露出来 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物 谨言善行 言出必行 所谓祸从口出 并从口入 如果你能够说话谨慎 不得麻烦 生活就不会发生意外 把握机会不轻易放过 这个世间上道就是个机 禅就是个机 所以一内一决之间 要紧紧把握住 还所有时 在世而行 已过不悔 展望将来 过去已经过去了 将来 还是有无穷的空间 无穷的花展的空间 无穷的希望 不要常追回过去 要能远眺未来 所以要有英雄的无畏 要有赤子的爱心 睡觉的时候 好好的睡 如长眠不起 起床的时候 必及离床 如气必喜 能够如实生活的话 就有禅 你的自性本心 自然就能够发挥功能 所以道 是不分出家在家 只要你能够有道 有禅 就有佛法 所以他举一个老和尚的故事 这个老和尚 年纪很大了 可是在日圣当中 晒香菇 晒咸菜 那庙里面的住室看到了说 哎呀 你要晒 也不要在这个时候 你看太阳这么大 天气这么热 这个时候 晒咸菜不是把自己也晒了吗 老和尚说 请问住室和尚 这个天气大 太阳大的时候 这个晒咸菜 晒香菇不是正好吗 效果正好吗 不在这个时候晒香菇 那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晒香菇呢 所以禅是同样的道理 禅要我们把握住自己的信仁 你的信仁是什么 这是当下的你 是的 即心 即心即佛不就是当下吗 言下说话的当下 那就是他呀 不是善不是恶 哪个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的 就是他呀 就好像灵迹禅神所说的 我们每个人肉体里面 都一个无畏真人 每个人都有自信真心 遗憾的是呢 这个真如自信没有发挥功能 好 正如有很多的人 把钱埋在家里的地下 或是把钱存着不用 那再多的钱你不用都不是你的 因为钱用的才是你的 你有能力 但是你不肯用来帮助别人 虽然有力量 那也不是你的 所以世界上金钱是我们的资源 要好好的运用 能力也是我们的资源 要好好的运用 六十五大师告诉我们 自信要归自信 这是要我们开发佛性的能量 开发他来做的什么呢 用来造福自迁 福利人天 这是我们参禅学到的用力之处 好 第十五个部分 我们来谈到这个无相诵 在忏悔品里面也有一个无相诵 这个无相诵我们在前面经文的部分的时候 有概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说明 好 那到了问题解答 大师是提出这个问题 那在忏悔品里面 无相诵的争议何在呢 那他是这么说明的 他说佛性人人本具 每个人的自信本来清净 并不需要有所增加或改变 才会光明 他本来就在那里了 本来就是清净了 何其自信本质清净 本不动摇 本不生灭本质具足 人生万法 自信本来清净 自信本来光明 我们本来的面目与佛平等 假如有修有正有德 那就不是本来的面目了 本来面目本来就在那里 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我们不需要向外求 他本来就是具足的 你不需要去做修做正 然后另外有得到什么东西 如果是这样子就不是本来的面目了 所以什么叫做沙门 似心达本解无违法 名为沙门 什么叫做解无违法 因为你似心达本 你知道里面有一个 无修无正无德的 那个本来的面目 一直都在那里 这叫做无违法的修持 只有无德而得 才是真德 为什么 本来就具足了 无修而修 才是真修 无正而正 才是真正 不需要去证明什么 本来就是的 本来如是 无相诵是六祖大师教我们 如何顿悟 如何找寻自己的法门 所谓的迷人 修虎不修道 这个部分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因为它有三个不同的类别 第一种就是我们一般的民间信仰 这个民间信仰 一般我们到庙里面都要求 都是建立在贪求上 比如说只想着向神明 要求平安 求幸福 求生光花财 那这是贪心 这是第一种 民间信仰的贪求 第二个 我虽然是不贪求 我有时候会做善事 譬如说什么 哪边有些有困难 我就来布施行善 甚至做修桥铺路 我们台湾有这种团体 一大堆人就是去修桥铺路 他们算是在布施在行善 可惜 只知修福 不知修道 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缘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养福无边 心中三恶 贪嗔痴 缘来造 所以只知修福不知修道 甚至有一些已经归一三宝的 是正性的佛教徒 但是只知修福不知修慧 比如说他们如果有机会来听听看六祖谈经 原来还有一个智性可以觉悟 原来除了做梁武帝之外 还有达摩祖师的见性的功德 那个是要有智慧的 如果只知修福不知修慧 就不知道怎么样行解并动 福慧双修 所以你看这个是有三种不同的类比 我们透过这样的类比来对照 我们自己能够自我警惕 然后不断的在增上 佛经里面有叙述 如果你这个人只修慧不修福 你以后如果再次成为一个出家人 你去脱波的时候 脱到的波 都是没有什么人跟你布施 因为你平常就没有跟人家结缘 所以你只有修慧不修儒 罗汉就只能硬贡 脱波其实得到的都是很少的 但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只是修福不修慧 下辈子可能出生成为大象 这个大象吃的好住的好 可是还是出生到了大象 就是为什么修福不修慧 变成是大象披因弱 各自信中真忏悔 就是要能够认识大秤中忏悔的真意 只要忏悔就好像肮脏的东西 遇到清水就能够洗净了 忏悔就像滑水一样 能够洗净罪业 在佛教里面有很多忏悔的法门 第一个就是以戒律门来求忏悔 戒律门就是我们懂得 一般世间人守法 还有我们守时戒律 五戒 菩萨戒 十善业 能够守法 十戒 就是戒律门就能够减少造恶业 这样子过患 用功德门来求忏悔 我们可以来做布施 行善来寺庙当义工 或是为人服务 以行善来做功德 这就是功德门 以功德门求忏悔也能够灭罪 第三个就是以无声门求忏悔 就是无相忏悔 所以从自性上认识到罪业本空 就是无声门求忏悔 因为罪业在相上讲 有造作就有罪 但是从真如佛性上讲 罪性是本空的 所谓心中有罪将心忏 心若无死罪亦亡 一切罪业就是因为我们的分别心 妄动才有是非 才有罪业 如果无心 那就是真心 真心是不会被污染的 我们的自性 虽然随着我们的无名烦恼 流转在五去六道 但是真心自性 是没有减损分毫的 所以我们要有罪性本空由心道的 这样才是真正的无相忏悔 这是无声门的忏悔 第四个就是以做法忏悔 比如说佛光山的寺院道场 常常有拜良皇宝忏 有慈悲三昧水忏 有种种的大悲忏 你可以借着礼派的忏仪来忏悔业障 因为有观世音菩萨大悲忏在拜观 观世音菩萨 有诸佛菩萨在领先佛 他可以帮助我们 用佛力来帮我们加持 透过礼拜参语来忏悔业障 第五个就是以观想忏悔 比如说观想佛的光明向好 透过佛力度加倍 让我们身心清静 这样子也能够灭罪 这是观想忏悔 布袋和尚说得好 这是布袋和尚的寄语 他说我们在这个人间 是非正爱是偏多 只系思良奈我何 宽缺度长虚忍辱 获开心地任从他 若逢知己虚一分 众与冤家也共和 若能了此心头事 自然贞得六菩萨 六都菩萨蜜 布施此些人主经历 禅定菩萨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六祖大师 无相诵的争议 能够放得下是非正爱 能够宽缺度长 凡事多忍耐几分 让人一步何等快活 即使冤家对头也能够冤家 以解不以解 凡事能够用一种谅解的心 自然能够胜得六菩萨蜜 六都菩萨蜜 自然能够得度 所以有的时候 只要我们的心证 心诚 不求佛 佛置在我们心中 这就是无相诵的争议 好 那我们已经把忏悔品 从前面的经文 译文到现在的问题讲解 全部说完了 那我们接下来要开始 进入到第七基元品的部分 基元品在讲的是什么呢 基元品讲的就是 六祖慧能大师 他在潮汐的时候 有很多的因缘 就是有人来请法 有人来跟他做佛法法义的交流 那我是取其中的 取其中的精要的部分 然后呢 针对每一个不同的对象来做说明 比如说第一个叫做 吴敬藏比丘尼 这位吴敬藏比丘尼 他本身在研究大涅槃经 那事实上他是六祖 这个韶官 潮汐那边的人士 但是呢 有人跟他介绍 有一个慧能大师 他本身对佛法的道理 有相当的认识 那这个吴敬藏比丘尼 透过人家介绍之后呢 就特别的来请教六祖 请他帮他解说 请六祖为他解说大涅槃经 那这个六祖就跟他回答 他说呢 字我不认识 你只要把那个经文念给我听 一集请问 结果这个吴敬藏比丘尼 都觉得很奇怪啊 你字都不认识 那怎么能够了解 经文里面的道理呢 那六祖就这样回答他了 他说呢 诸佛庙里辉官文字啊 什么意思呢 佛经里面的文字啊 都在讲我们心的道理 他说呢 万法本在自心啊 既然你要了解佛经的道理 佛经讲的都是心的道理 何不从自心中正物真无本性呢 因为佛经都在讲心的道理啊 所以忠命禅师说 这个禅是佛义啊 经是佛语佛所说的话 诸佛心口必不相为啊 他心里面想要说的内容 跟他嘴巴讲出来 应该讲的都是同一件事啊 那如果我们都了解 诸佛心中所想的道理 诸佛庙里 跟他所说的文字是不关联的 因为诸佛庙里都在讲心的道理啊 那你何不从自心中正物真无本性呢 万法本在自心 何不从自心中正物真无本性呢 所以真正的诸佛的庙里 跟文字是没有关联的 悲观文字啊 这是第一位叫做无尽障 第二位叫做伐海 这位伐海呢 传说呢 这是六祖坛经是他后来他编的 所以伐海问的问题是非常关键的 伐海问的问题是问什么呢 问什么是极心极佛 你知道吗 禅宗后来讲极心极佛 马祖道义告诉人家极心极佛 为什么禅宗在问 什么是祖师西来义 什么是佛法大义 为子小而体 不要再让小孩子在那边吵 干脆告诉你 有一个玩具告诉你 极心极佛 但是这个极心极佛 在六祖坛经里面是谁问的 是华尔问的 华尔问六祖 什么是极心极佛 非常恭敬的 请六祖垂子欲 请六祖给我们指导垂氏 六祖就回答 极心极佛 什么是极心极佛 能够成一切相极心 能够 能够离一切相极佛 而且极心明慧极佛乃定 定慧等词 意中清净 这样子就是极心极佛了 成一切相极心 离一切相极佛 极心明慧极佛乃定 而且要定慧等词 意中清净 这个内容我们一字一句的来了解 来做说明 什么叫做成一切相极心 离一切相极佛 第一个成一切相极心 比如说我们在世间 人间佛教要去做弘法立身的事情 有的人是文化教育慈善 有的人办报纸 有的人是人间未知 每个人要领职 在世间完成弘法立身相关的工作 所以要完成世间弘法立身 生活中的一切工作 我们是不是要把心放在外面 这样才能够把事情完成 这样子要完成 就必须要有念有助有向 而且要能够专注的 把该做的事情 该扮演的角色 该完成的工作把它完成 就是要有念有助 有向有助 而且要能够正念助心 能够这样子 叫做完成外在的事情 叫做成一切相极心 除了做外在的事情 里面还要做一件事情 里面要能够离一切相极佛 什么是离一切相极佛 就是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要于一切时钟 无念 无向 无助 要才能够回得来 能够回得来不是就是 心体理念 这样不是就是觉的状态吗 又回到自信觉的状态 所以比如说 在外面做该做的事情 比如说扫地 你不懂得离一切相极佛 只有空扫地 懂得离一切相极佛 在扫的时候 能够随时也要能够扫心地 回到自信本心 回到清静的法身 抱身 硬化身 回归本心 这不就是离一切相极佛吗 所以大乘喜心论当中 它对什么叫做觉 不是你要自信觉吗 觉的定义就是能够心体理念 能够心体理念 就是能够无念 无向 无助 回归本心 这叫做觉的状态 就是心体理念叫做觉 第二句 极心明慧 我们内心里面为什么有慧 因为在第二品 玻蕊品有告诉我们 它说玻蕊是无形象 智慧心极是 它虽然是无形象 但是它本身是有智慧的 玻蕊是没有形象的 但是它有个智慧心的存在 不是何极智性能生万法吗 没有智慧能生万法吗 还有他讲的一句话 玻蕊跟智性的关系是什么 一切玻蕊是皆从智性而生 这样还叫做真性自用 这在第二品当中 什么是极心明慧 就这样告诉我们 第三个叫做极佛乃定 这是在第五做产品 大家还记得吗 印象中应该非常深刻的 什么叫做定呢 外离相极禅 内不乱极定 外禅内定 视为禅定 所以极佛乃定 是能够外离相内不乱的 这个叫做极佛乃定 定慧等值 意中清净 事实上指的就是一行三昧 就是又有定又有慧 然后意中是清净 什么是一行三昧呢 再给大家恢复一下记忆 这个是我们师傅 在定慧评里面 问题解答给大家做说明的 他说一行三昧 从经文上来讲 这是于一切处 行住坐卧 常行一执心 唯摩皆心 静明经讲 执心是道场 执心是净土 莫心行禅取 荡行执心 于一切法 勿有执着 如果你认为说 常坐不动 忘心不起 坐持节的 就像那个木头 像石头一样 这个木头就是怎么样呢 能够常坐不动 忘心不起 如果做这样的理解 就好像变得是无情物一样 好 修行一行三昧 而证悟者可以达到三种境界 还记得吗 第一个就是不起 珍爱取舍之心 第二个就是穿衣吃饭当中 虽有动作 心切是如如不动 第三个就是人所双亡 真望均除 没有人所的问题 就只有当下心在作用 性在作用 好 所谓的三昧就是正定 就是你要从善心出发来修的禅定 就是要发佛迪心 是菩萨禅法 不是禅的城市有三种吗 外道禅 僧文禅 还有另外就是菩萨禅 菩萨禅就是发佛迪心 修禅定的目的 是要来利益众生的 如果从发佛迪心 如果从发佛迪心 以这个为目的的 从善心出发 从利益众生出发 这个才是正定 将善心 住于一处而不妄动 就是在一切处一切死 一切行住坐过之间 常行执心 而且除了执心还不够 还有真心 还有清静心 万一你不清静 有染污的时候 要懂得回到你的清静心 而且要能够不动心 舍出妄想杂念 什么叫做三昧呢 三昧就是我们的生活 能够跟定慧相应 能够在生活里不动心 就是进入的三昧 所以只要无心云万物 何妨万物假围绕呢 那就是所谓的一行三昧 定慧等时益中清静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大师在问题解答里面 又讲到什么叫做即心即佛 所以我们就是针对法海问的即心即佛 有前后这样子连贯性来做整套的说明 什么叫做即心即佛 按照我们师父的问题解答 即心即佛与非心非佛都是一个东西 从肯定上来讲就是即心即佛 从佛定上来认识就是非心非佛 因为佛不是妄心 妄心当然不是佛 如果不了解 我当下就是即心即佛 就好像你骑着驴子还在找驴 你不是骑在驴子上吗 结果还在问说驴在哪里 如果能够认识驴子 那就是即心即佛了 就是能够回来 知道当下肯定它的存在 学佛修行当下即是 臣一切向即心 离一切向即佛 即心明慧即佛乃定 定慧等时意中清净 所以佛和心的关系 并不是要等到心灭了才有一个佛出来 只要把妄心歇下 狂心顿歇 歇及菩提那就是佛了 所以黄霍禅师说 不着佛求 不求法求 不着身求 当着如是求 就是当下 能够成一切向即心 又能够离一切向即佛了 这就是即心即佛 能够把真心跟佛调合起来 即心即佛 即佛即心 好第三个部分我们要谈到法达禅师 法达最有名就是心明以法华转心入转法华 这个法达禅师啊 在经文里面他是这么说的 有一个僧叫做法达 他念法华经已经有三千遍了 三千步了 他就问六祖法华的经文里面所说的大义是什么 六祖就回答他 在法华经里面是这么说的 他说诸佛世尊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 一大事者就是佛之之见 世人外迷着相 世间人就是这样的 外迷着相 内迷着空 若能于相离相 于空离空 即是内外不明 若勿此法以念心开 是为开佛之见 那佛是什么呢 如果按照六祖的回答 因为法华经讲佛以一大事之缘 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 就是开佛之见 世佛之见 悟佛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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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六祖的回答是什么呢 六祖的回答就是他告诉法达 他说呢 法华经里面讲的佛之之见 佛有绝也啊 比如说开佛之见 世上应该是开觉之见 世佛之见 世佛之见应该是世觉之见 悟佛之见 是悟觉之见 入佛之见 就是入觉之见 若闻开示 便能悟入 即觉之见 本来真性而得出现 那在经文的部分 法达什么是佛的之见 世人自开众生之见 因为我们看《华华经》啊 都认为那是诸佛菩萨的境界啊 跟我这个众生是没有关系 我是跟他是无缘无分的 世人自开众生之见 若能正心 常生智慧 观照自心 择而行善 是自开佛之之见 迷入在人 那因为这个法达 他一直在送这个经文 认为他送的是诸佛菩萨的境界 跟自己没有份啊 他如果这样子想的话呢 心还是迷的啊 所以他说迷雾是在人 在你的心 在你自己是不是能够肯定自己 迷雾在人 心迷就被法华左转了 心悟变成能够转法华了 这是上面是经文 下面是译文 在《机缘品》 《法达》这个部分的译文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法华经中说 诸佛世尊 都只为一大事因缘 所以出现于世 所谓一大事就是佛的之见 在一念之间 心地豁然开朗 这就是开佛之见 佛的意义是绝 分为世门 令众生开取绝的之见 为众生就是开觉之见 为众生只是绝的之见 这是视觉之见 令众生体悟绝的之见 你能够体悟就是能够觉悟自信的存在 叫做体悟绝的之见 令众生弃路绝的之见 体悟到他 而且能够领悟能够掌握 那样就是弃路了 如果在听文开始的时候 变能体悟契路就是佛的之见 就让本来具有的真性 就得以显现出来了 所以他就不是只有佛 他讲的就不是佛 而是我们每一个众生 我们都有可能有绝的之见的存在 所以如果能够把握到有绝的之见的存在 当然就是转法华 而不会被法华所转 那什么是佛的之见呢 那从译文上来讲 他是这么说的 不要看到佛经上说 开示误入 就误以为那是佛的之见 与我辈凡夫没有缘分 你应该要坚信 所谓佛的之见就是你自己的心 心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佛 因为一切众生自己 障蔽了光明的心性 贪着尘老境界 向外攀缘 而令心生习妄想纷扰 所以大觉佛仇就宣说 种种的方便法能 欠导令众生 止息贪爱等妄想执着 不向心外妄求 那如果你不向心外妄求 懂得回得来 那就跟诸佛没有差别了 所以是开佛之见 事先的人心地不正 愚昧迷惑 如果造种种罪 这就是自己开启了众生的之见 如果能够端正心念 时常身体智慧 观照自己的心性 不照而行善 这就是开启佛的之见 所以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心悟转法华 还不会说心迷就被法华所转 我们来讲第四个是讲到智常 智常谈到就是有四乘法义 这个四乘法义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四乘法义它有一个 就是我们在学佛的过程 要经过哪几个过程 是这么说的 智常 好 智常在问什么叫做四乘法义 那六祖就回答他 知就是六祖 他当然见闻转送是小证 就是学佛的过程 从经文开始认识 一开始是见闻转送 这个是从一开始的第一步 叫做见闻转送 然后慢慢的送送送送 送到最后发现 他到底在说什么 了解他背后在说什么 就是误法解义是终胜第二步 然后慢慢了解他的道理 那跟我的实际的身心 对我的心心有什么帮助呢 慢慢觉得说我的心心要经过修的过程 比如说呢 种种的礼佛拜佛忏悔禅定念佛 就是要把我的心性 佛法的道理 性解行政文师修界定会 慢慢的从这个道理了解了之后 按照这个道理去改变我的心形 能够如理思维如理作欲这样的心形 就开始依法修行 这是第三步叫做大称 好 到了最后 你能够悟到自己的自性的存在了 这个时候已经是万法尽通万法俱备 一切不然啊 离诸法相一无所得 明罪上称 一切时钟自性自如 就是已经觉悟到自性的存在了 这个叫做罪上称 好 那从译文上来讲是这样子的 他说呢 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四称法义啊 你应该要关照自己的本心啊 不要执着心性外的法相 佛法并没有四称之分 而是人心各有不同 从目见耳闻下 转送精简是小称行者 误解佛法异理的人是中称行者 依法修行的人是大称行者 万法完全通达 万法俱足完备 一切不然不拙 远离一切法相 无一法可得 这是叫做罪上称的行者 就是原来万法本在自性啊 你如果长到自性的真无自性 那这个真无自性就可以 这个能生万法了 是啊 指的是这样的道理 何疾自性本是俱足能生万法啊 所以称是行的意思 你应该自己依法修行 无论在什么时候你自己的佛性 都是可以来去无碍 圆通无碍 来去无碍然后圆通无碍 这是最上圣法 好 那我们大师在问题解答的部分 他有提出来关于这个自常在问的 事胜法义跟如来之见 他在问题解答里面 他是这么来做说明的 他说金刚经上面有讲四项 就是无我项无人项 无众生项无受者项 这就是如来之见 无我就是如来之见 因为唯有离开虚妄 能够无我才有一个真我 那种灭绝生死 灭绝对待 灭绝人我 究竟超凡路胜的灭盘境界 就是如来的所知所见 所以四顺 指见文转诵小顺 物法简易中顺 依法修行是大乘 万法精通万法具备一切 不然离诸法相义无所得 明最上乘 那真正的佛法是 唯有一乘法 无恶义无三 这个是大乘讲的 是这样子的道理 唯有一乘法 无恶义无三 没有什么次第的 你如果能够找到 觉悟自信的存在 那中间就不需要什么次第的 尤其是六祖讲 南中顿悟法门 老实修行 知道就知道 我现在还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有大乘佛种以后 要以出世的思想 做入世的事业 我们师父俗俗 前面所讲的 治不住生死 背不住涅槃 还要能够以出世的思想 来做入世的事业 不舍大法而献凡物事 这是出世的思想 我们做的事情 可能跟世经人师一样 但是我们在弘扬佛法 不是用出世的思想吗 是的 我们会跟世间人一样 停留在财色名识 所以说不是 我们要利益一切众生 希望众生能够得到 活法的利益 如果能够用出世的思想 做入世的事业 那个时候是能够 不舍一法 不敌一法 一切法都是佛法 为什么 一切法都是 就是要能够 捕入众生的方便法门 是啊 你要接引众生 不是要种种方便接引的方法 所以一切法都是 不离开弘法立身背后的 以出世的思想 利益众生 让众生能够 开示误入佛事之见的 这样子的一个道理 像讲六祖台经也是 开觉之见 识觉之见 误觉之见 误觉之见 入觉之见 那个时候 一切法都是佛法 不舍一法 不理一切法 就是六祖大师所希望我们 实践参禅悟道的最上胜法 到了第五个部分 我们来谈谈看 这位叫做智皇禅师 这个智皇禅师他 安居长坐二十年 然后刚好他有一个徒弟叫做玄策 到了智皇所居的所在地 他们两个都谈起禅定的定义是什么 那这个智皇就问六祖的徒弟玄策 就是你的师父六祖大师 以何为禅定啊 那玄策就讲了 我的师父六祖所说 这个禅定是什么 不需要出也不需要路 不需要定也不需要乱 为什么 因为禅的性质呢 是不需要住的 是无住的 禅应该是离住禅集 禅性是无生的 你不要从哪里生出来呢 是要离生禅想 你不要想到说有一个禅可以生出来 有一个地方是一个寂静的地方 可以住在这个寂静当中 那不是有念有助有向的吗 是的 那我们的自性本心 你应该回到那个无违法的修辞 它应该是定无所路 会无所依啊 是的 所以它是不出不路 不定不乱的 禅性是无住的 你不要想要住在一个禅集禅处啊 禅性也是无生 由何而生呢 本来就在这里呢 由何而生呢 本来就没有离开过你呢 你要从哪里生出来的 所以你不要有生意而想要生禅的这样的想法啊 好 又有这个因缘 玄册就有机会把智皇带到朝西 由六祖亲口跟他说法 六祖就跟这个智皇讲啊 你只要能够心如虚空 然后呢不着空间 心虽然如虚空 但不要想到有个空的存在啊 这个时候是应渊无碍 不管是动跟进都是无心的 也没有繁盛的问题 就是繁盛勤旺 有没有人所的问题 就是人所具名啊 那个状况只要性相如鲁啊 这个时候 没有一个时间不是在定的当中 无不定时也 好 这个是前面上面是经文 下面呢 就是义文 义文是这么讲的 义文里面用白话的说明 就是玄册跟他说 我的师父六祖家师所说的禅定啊 心 为什么要有经文 要有义文 因为透过在义文这样了解 就能够更白话 更透彻的认识了解啊 所以说六祖所说的禅定是什么呢 我们的心本来就没有出也没有路的问题 我们的心本来就不应该有什么定 或是有什么乱的问题 禅 这是我们的禅心 这个性啊 本来就没有所住 本无所住 你就不应该有一个住在禅的极境当中这种想法 应该要远离住着于禅的极境的想法 我们禅的性质 本来就没有生没有灭的问题啊 所以你应该要远离心中要生起一个禅定的念头 所以你看啊 这跟传统的佛教啊 游戒入定 游定花会 游会去度解脱 跟传统的佛教 所谓的修四禅八定 初禅二禅三禅四禅 这样子的 一层一层的修定的那种理念是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六祖的法是教外别传 要有这个认识 禅性本无生灭 要远离生起禅定的念头 唯论见性 不论禅定解脱啊 所以六祖说 只要心如虚空 不着于弓箭 运用自在无碍 或动或静 都不分别思量 妄却繁盛的差别 泯灭人手的对待 如此性相一如 自然无时不在定当中啊 所以他对禅定的定义 事实上跟传统佛教是不一样的 所以难怪禅中讲是教外撇传啊 那同样是治防禅师 这个来问法的因缘 我们大师在最后的问题解答 他有他的说明跟介绍 在大师的问题解答 对治防禅师得法的法语 他问题解答上面是这么说明的 他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唯妙 湛然不动 圆满极净的真心 我们的真心本来就是唯妙 湛然不动圆满极净的 真心的本体啊 妙用为如如 如如就是什么 就是不动 我们的心一念真心啊 他是不出不入 也没有定 也没有乱 禅心本来就是无助的 就是不执着的 所以我们不应该执着在一个禅定理的 这样的想法 心必须广大如虚空 但是也不可以有空的想法 你可以伟大 但不可以自我傲慢 如果那我真的很伟大不是有所助的吗 就会认我 我有个比别人还厉害的傲慢心就产生了 你虽然你在做种种的利益众生 弘法 度重 修辞 但是要能够运用无碍 不要被他绑住了 不要只有直观打坐 还知道要能够弘法立身 要有千变万化的神 不是只有坐在那里 很有修行很有境界的 不行的你要运用无碍 所以动静也好 静静也好 所以要无心 不要分别 对能觉悟的人 所觉悟的道 都要能锁双亡 参禅学道的时候 任何一个时刻 都是一鲁了 不是路定的才下就定 不是初定的就不是定 初路都是定 所以在禅宗 参禅学道的人 不要被知见所障碍的 要把知见 执着通通放下 所以最重要的道理 你不能认为有个定 那个才是你要追求的 它本来就在这里 本来就在你心里面的 不需要有这样的想法 不需要有这样的知见的障碍 然后产生种种的执着 要把这些 对禅定 名相 概念的执着 这些知见 统统都放下 这个就是 致防禅师 我们大师对 致防禅师 这个基原品 这一段内容 所说的介绍说明 好 那我们时间也到了 我们今天 第七 基原品就说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 可能就要进入到 第六的部分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希望下一次有因缘的话 就从第七到第八的顿见品 跟大家再做说明介绍 好 祝大家 发喜充满 早日能够觉悟自己自信的存在 阿弥陀佛